如果你們要考謝杯 有沒有要考謝杯的?有嗎? 你要考謝杯? 想 想 愛於英文的例子不止 所以你聽有在想 如果你考謝杯的話 事實上我的教材考謝杯是 因為我把所有的知識觀念都教好 你要讀謝杯就很通 當然很多很多很多沒有教的 可是那個東西跟考試有關係 如果為了考謝杯的話 我這個教材都可以讓你去很快上手 因為我可以教到什麼 我可以教到第三級還有更難的東西 更難的 可以非常非常難 但是考試不能考無限難 他一定還是有一個高度 但是我們如果是到一個很高的高度的時候 是讓你看什麼都很快 那我當然就是盡量給我 我本來是先給你風險跟報酬 那先不太敢給 怕給你太大壓力 我先教一些比較簡單的取貨跟選擇權 然後再回到風險 那風險報酬我也想辦法 想辦法簡單 簡單一點 那沒關係 反正 你在這邊我告訴你說 如果是數學 你不要碰的話就不要碰 就聽我講道理就好 知道 講道理之後 就OK了 那落水三千 你只取一瓢飲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你只要找一個你喜歡的 好好讀就好了 至少福利已經被我超到你 很多人都會了對不對 福利啊 對不對 債券評價被我超到 很多人都會 那就是一瓢飲了 兩瓢了 對不對 這個學習就沒有白過 好我們看這個現貨價跟 現貨價等於現貨價嗎 什麼意思呢 我們看 如果三個月後 你要買進六公噸的玉米 一 等三個月後再說 二 現在先買起來 三 現在先買起來 但是 與供應商說好 三個月取貨 注意聽喔 這三個概念的方向是不一樣 第一個呢 是等三個月再說 就會承受價格風險對不對 第二個就先買起來 買起來就沒關係 另外一個是 我要買 可是我貨先不拿 知道齁 事實上這就是取貨 第二個就是什麼 現貨 這就是取貨 你是老闆 一個顧客跑來說 跟你買六噸的玉米 跟說現在買六噸玉米 然後呢 三個月再取貨 你是老闆 你覺得會不會收不同的價格 你覺得哪個價格高 你是老闆喔 這樣喔 譬如說 我舉這個例子 你可能還搞不清楚 譬如說你手上有 手上你是養豬的 我想想養豬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說這頭書好可愛 我去買一頭 對不對 一頭書一萬塊 這樣知道嗎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就買 他欠回去了 另外一個人說 老闆等一下 這頭書很好 可是我現在先不要他 你先幫我 顧他三個月 我現在先給你訂一萬塊 知道嗎 三個月我再跟你簽這頭書 懂不懂 一個是現在簽 一個是三個月再簽 你是老闆 現在簽是一萬塊 三個月後再簽 你願意再出一萬塊嗎 你認為高還低 為什麼 養他 養他啊 所以我每天要養他啊 不要慶大便啊 對不對 那成本要不要算 如果你是老闆的話 你當然一定是不合啊 對不對 喔那我要幫你簽這三個月 那這個吃喝拉撒稅要怎麼算 保母費嘛 不注意要保母嘛 保母三個月 算算 好兩千塊 所以呢 所以我當你買三個月租的時候呢 他跟我價格是訂一萬兩千塊 這樣聽懂是嗎 啊這就是起貨價 起貨價跟新貨價明顯的會不一樣 是因為這當中 貨有沒有在你身上 貨在你身上會有一些成本 貨沒在你身上 就是成本是在他的負啊 懂什麼 所以呢 有一種理論啊 有一種理論 叫持有成本理論 持有成本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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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你的現貨價 你的起貨價 等於現貨價 我應該寫這邊 他的概念就很簡單 好 加上 什麼 持有成本 好 加上持有成本 這成本呢 我要把它算進來 我幫你養育的部分 放進來 別說現貨價 一投注一萬塊 可是我 我保母費是兩千塊 所以呢 你要三個月後拿 我就跟你算多少 一萬兩千塊 對不對 連商人都懂 懂不懂 其實為什麼好難呢 連商人都懂 都知道 你如果這樣貨我要怎麼算 聽懂什麼 所以呢 所有的 所有的經濟 所有的投資學理論 他的道理都是很自然的 那 他一般的表示是這樣子 這是起貨價 0是代表現貨 T是代表 T到期的起貨 我現在預測三個月 T是到期那時候的起貨 他等於現在的現貨 E加 你先不要看Y C乘以T 這個C呢 是0到T期的持有現貨商品所必須負擔的持有成本 我們一般齁 你在看那個書的話 他都會給你一個百分比的單位 就是說你一頭租大概多少 就是一公噸大概有多少持有成本 多少比例是持有成本 這個百分比的概念 百分率的概念 百分之三 知道齁 現貨一百塊我三塊的成本 在那邊 百分之三 這個Y是什麼呢 Y是持有現貨的便利知識 什麼便利知識呢 我跟你講齁 我今天要這頭租 為什麼選他這頭 為什麼選這頭租呢 因為這頭租是種租 你知道什麼叫種族嗎 就一 不不不不會生很多小 很多什麼 小豬 欸豬不只會拉死 也會生小孩啊對不對 生小豬啊 對不對 他不是他才會下蛋啊 啊下蛋 請問下蛋是給誰 那個生出的小豬是誰的 養豬戶啊 養豬戶啊 懂不懂 欸 我們先不要講他會拉死 我說我要這頭種族 對不對 我現在簽回去 他就每天一直生生生 我是不是很好 對不對 一頭一萬塊 那我說不行 三個又再簽 那請問 這個 這個期貨價要算高還算低 現貨價是一萬塊喔 這條種族現貨價是一萬塊喔 啊老闆說三個又再簽 如果你是客戶的話 你要算高還算低 你這三個月就少了這三個月的豬嘛 對不對 小豬在生啊 要算進來 要啊 喔那三個月都老了 已經不會生啊 有沒有可能 假設啊 對不對 等我三個月簽他已經老了 剛好過了那個什麼 過了更年期對不對 不會生啊 那都不會生我幹嘛三個月再取 那這個當中的損失要不要把它算進來 你要啊 所以就要便利之息 便利之息 這個虛是成本 你可以想成豬養育的成本 豬會拉死 這個Y呢 是豬會生小豬 這樣知道嗎 就這樣聽得懂的意思嗎 我養他我來照顧他 他養他他實在有好處 那這個要把這個成本扣掉 得到期貨價 這是比較完整 但是我問你喔 你覺得 你覺得C比較高還是Y比較高 C比較高嘛對不對 我剛剛的例子 種族那個例子是非常特殊的例子啊 拉死的可能性比較高 下降的可能性比較低啊 對不對 通常C會帶Y 如果通常C帶Y的話 請問通常期貨價比期貨價高還低 高 高 懂不懂 所以期貨價比現貨價高 我們一般來講就是正價差 正常市場 啊 期貨價比現貨價來的低 那就是逆價差 就不正常市場 那什麼時候會低呢 那當然是有可能便利之息高啊 對不對 如果真是一頭總租的話 那當然我三個月後再買這頭租 我當然是不划算嘛 那另外一個原因我們大概再講 譬如說 目前台股指數八千點 濃通利率是10% 預估台股指數的平均股利率是5% 這三個月後台股的期貨因爲多少 現貨價是8千點 三個月期貨價是多少 請問啊 你買股票 這個股價指數是宜蘭子股票啦 宜蘭子股票呢 他基本上他也會 他會拉死也會下蛋 那買股票你有什麼成本呢 你要怎麼樣 要借錢買股票對不對 或是說你這個錢本來擺定存是3%利率 現在變得要買這個現貨 是不是要損失這3% 這個濃通利息 這個濃通利息 這個10% 濃通利息這10% 是持有現貨的什麼 持有現貨的什麼 成本 可是這股票不是光會拉死 他會下蛋啊 這股票會給你什麼 鼓勵啊 對不對 知道嗎 等你拿到這股票的時候呢 這已經發放先行鼓勵了 是不是對他來講是不划算 知道嗎 所以呢 他價格怎麼算 來怎麼算 我算給你們看好了 你們如果不想動頭腦 就看我動頭腦 F等於8000乘上 1加 看好喔 C是多少 10% 百分比的概念知道嗎 Y是 5% 還沒完 乘個T 這應該乘多少 很好啊 不錯啊 很好很好 謝謝你教我 好 阿這個就把這個算出來啦 這樣知道嗎 這樣會不會算 要我算嗎 不要了吧 我不會算耶 我通常碰到這個 我的頭很暈 喔 我不想算 我不想算到死了 我沒算死了 我的頭很暈 我現在算那個活的 喔 有空出個題目給你們 讓你們動頭 動給頭腦 好 待會這個上網 好 阿如果是債券呢 債券呢 債券呢 不是10萬 對不對 好 然後他的 他的動頭 你若是 他的問題是他價格 目前價格是多少 就講錯了 不是10萬 你要買現貨 你有10萬買的到嗎 我把它擦掉 我把它擦掉 如果買現貨現貨是多少 10萬5千對不對 啊 乘上1加7 你要買買這個東西 是不是你有市場率 你是不是有市場率 市場率是10% 對不對 你犧牲那個市場率是10% 乘上幾年 半年對不對 半年是不是1分之1 好 那這裡面喔 這裡面有 這裡面有個問題是在於說 我買公債 我買公債 我現在買公債 我可不可以領先啊 表面利息 這公債會下蛋啊 公債下蛋就是給你利息 表面利息就是下蛋 懂不懂 對不對 但問題是他的表面利息是根據 市價來算還是根據面額來算 所以呢 我就不能放進去 知道嗎 因為這是市價算的 他說我面額要另外算 我面額另外算 所以這個比較特殊一點喔 在這邊 減掉 10萬 乘上 乘上那個 百分之3 這是不是 這一年的利息 一年的利息 那半年是多少 二分之一 這是持有現貨公債下蛋的好處 對不對 那這是持有公債 你是不是要花10.5萬 啊 市場利率10%的好處 那這是成本 差別在於說 他在算成本的時候 用十萬五千算 在下蛋的時候用 欸 在那個欸 成本是十萬五千塊 可是下蛋是用什麼算 十萬算 事實上齁 事實上齁 事實上你知道 這個可以寫成什麼呢 這個寫什麼 你知道 你知道有個叫做 CY CY是什麼 CY是什麼 欸很好 CY好 當期之一啊 CY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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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期之一怎麼寫 忘了齁 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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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期之一 批分之什麼 價格是 價格分之 利息 價格是 錯 十萬五千 這是價格啊 對不對 啊 然後 當期之一 啊 表面是 表面是 三趴 啊十萬的三趴是多少 對不對 好 這是當期之一對不對 好 如果說 我們 我們原來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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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一加七 減 Y 乘上T 這不是我們原來公式嗎 對不對 好 好 如果你今天啊 這是十萬五千 好 一加 C C是我們剛才是10%嘛 對不對 好 Y呢 原本 那個Y齁 這邊你就可以直接寫當期之利率 就是這個數字 好 就是 10500 3000 這就是當期之利率 知道嗎 那 乘上 二分之一 這樣也是一模一樣 這兩個答案是一樣的 好 這兩個答案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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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用這個公式的話 這個Y就 把它改成什麼 當成什麼 當期之利率 一模一樣 回去算 你就知道 一模一樣 這邊寫字會比較醜一點 沒辦法 因為那邊會發抖 好 一樣的 一樣的 我這邊是打勾喔 知道喔 這打勾喔 這不要 你不要寫下回去 看不懂那是什麼 那是V 然後就把它背起來 這打勾 這二分之一啊 這成耶 這右括號啊 這十萬五千 這三千啊 這百分之十啊 減字很難看啊 沒辦法 一加 喔 這樣會不會 回去驗證 回去驗證 對不對啊 想都知道已經對了 不用 我要跳過去了喔 可以嗎 其實貨價等於先貨價嗎 要問這個問題 你看一下題目 我想我們都很有默契了 所以呢 我們無聲聖有聲 一停 一停 如果你是老闆 你要賣他多少錢 十塊嗎 你要賣比十塊都還少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現在賣給他的話 其實你原本就是 假設說他 客戶他想要買九百九十九多 可是他是未來要買 那變成說九百九十九多 對客戶 對老闆來說他也是一個成本 嗯 嗯 所以你用持有成本來算嗎 可是我這邊加一個東西是什麼 什麼 你覺得你是考慮是成本問題嗎 持有成本問題嗎 還是考慮什麼 預期 預期 為什麼 二月十四號是什麼 情人節 我賣你十塊 白痴啊 對不對 如果這樣算 我就早就訂好了對不對 我說老闆 未來二十年的情人節 我說訂九九九 又算十塊 可以嗎 那如果這樣我就這樣 我每天都買便宜 我在賣給別人就好 我根本就沒有情人啊 我情人就是money 知道嗎 就賣給別人就好啦 對不對 不可能的事情啊 那這裡面 這裡面想法是跟成本有關嗎 NO 跟預期有關 因為他知道那時候的花價不只十塊 我怎麼會賣你十塊呢 對不對 啊你預期多少 啊一朵五十塊你就算 那懂不懂 啊這樣預期理論 股價 期貨價除了反映成本之外 也反映了那時候當時的市場狀況 要不要考慮 啊不然怎麼會出現逆價差 逆價差是只有什麼不能解釋的啊 對不對 只要一出現逆價差一定是什麼 逆價差知道嗎 未來看什麼 你知道嗎 知道齁 未來看什麼 看不好啊 逆價差說未來看不好啊 怎麼啊這個未來看不好反映到現在的期貨價 比現貨價來的低 這是因為不是石油成本理論是什麼 預期理論 那預期理論是目前認為期貨價格會等於 或非常接近現貨 現貨就是說我情人節那天的叫現貨 的預期價格 未來啊 未來是情人節啊 對不對 未來情人節那天去買的現貨嘛 對不對 可是我還沒到啊 所以我要怎麼樣 預期情人節當天的價格 這樣知道嗎 啊我現在你要給我訂999 欸因為999 玫瑰我會把 前天節那個預期的概念 換進來 齁 這個叫預期 這個叫期望值 啊這個0是代表現在在做期望 我問你是不是在現在 欸你今天期望跟明天期望會不一樣呢 你明天看法會不一樣了呢 知道嗎 齁 啊這個現在期望 啊期望 現貨加 S是我們代表現貨嘛對不對 齁 S代表現貨啊這是什麼說下 對啊 到期的時候價碼 那時候的價碼 啊不知道說要 它是一個不確定的數字 要做期望值 等於 這個 這個期貨價 那時候的現在價格對不對 對不對 那時候到期的現貨價 現貨價格 這樣知道嗎 齁 期貨價 我今 12月的期貨價今天有沒有價格 明天有沒有價格 後天有沒有價格 有啊那時間會變 可是都是12月的啊 所以T是固定的 啊0會變來變去 這樣懂什麼 啊等0走到T之後 怎麼樣 就變現貨了嘛 就到了啊 就沒了啊 這樣知道嗎 齁 這樣懂不懂 那個我符號用的很精確 有沒有知道齁 就這樣了 啊 如果說 如果說 老闆說 好啦一朵賣10塊 一朵賣10塊 這期貨價嘛 對不對 現在就買未來10塊 是不是小魚你的什麼 小魚呢 你在認為情人節當天的價格 對不對 所以你們會怎麼做 趕快先買啊 我就一次訂未來10年的情人節 這樣懂 聽懂什麼 買完之後還怎麼樣 不是送給情人 送給誰 賣給誰 賣給有情人的人 這樣知道嗎 懂不懂 這樣聽懂是吧 啊 反過來如果超過的話 剛才會怎麼樣 放空 啊 你覺得這兩個理論 誰對誰錯 都有影響對不對 啊 有沒有心得 我們有沒有起貨部門的 誰 自動站起來 舉手 又秀容又是你啊 今天 今天是秀容周 你是主角 你是 我問你 你覺得 這兩個理論 你什麼時候用到他 還是說你覺得 這兩個 如果這兩個有可能會衝突對不對 對不對 你覺得就是說 期貨價格到底受到誰影響比較大 因為這兩個理論在解釋期貨價嘛 兩種不同思維嘛 啊 你覺得哪個比較對 啊 什麼時候他會對 什麼時候他會對 如果快到期的時候 就不需要預期了嘛 啊這時候現貨 這時候持有成本理論 就一翻兩燈眼了 啊 越遠就越不知道啊 那預期就很清楚啊 所以還沒 越遠 遠契約的我就不需要靠預期來 來碰 來弄 知道嗎 如果你們發現了說 他逆價差到很離譜 你不用客氣你就直接買期貨 為什麼 或許你中間賠客 一直是有到期日的時候 你是不是可以結算會賺點錢 欸那個持有成本理論是完全 不考慮到中間的波動欸 如果你卻逆價差很離譜 如果你算出來的期貨價 應該比現貨價高 可是因為大家 逆價差啊 很恐慌啊 對不對 那價格會往下 反應那時候價格 沒錯 可是呢 可是如果這個價差偏夠大 讓你有套利空間 我跟你講喔 不管再怎麼樣預期 你最後這兩個貨價一致 對不對 如果他偏你的持有成本理論太高的時候 知道嗎 這時候你可以做這個套利動作 一定可以的 一定可以 聽懂是吧 他有個合理的價格在那邊 一定有合理 那有可能預期之後產生的結果 那這時候 這時候你會恐慌 我知道 可是 如果你真的打 心裡很清楚的話 他如果偏你我的持有成本理論太多的時候 管他預期多空 知道嗎 你就是買地 賣高 你就一定會賺那個錢 只是你要忍耐那段期間 那段期間要忍過去 一定賺錢 因為要忍耐那段期間 所以偏離要夠大 你才划算 懂不懂 如果偏離不夠大 你預期還是比較重要 如果你是做短線的 預期還是更 預期比較重要 如果你是做長線 做到到期日那天 那你就可以怎麼樣 你用持有成本理論去算 懂不懂 只是說那個賺的錢 那個賺的錢 你要不要接受而已 比如說我是六個月 賺多少比例 那個錢你要不要接受 如果說你不想接受 你想要賺更多 那你就不用預期 不用這個理論 否則一定賺 持有成本理論 它有它的道理 我知道 它用的方法是這樣